因为你10秒钟 其实我们本意 10秒钟不是说为了怎么样 一方面 当然是一方面 为了我们赛事节奏能够快一点 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 为了让你在10秒钟之内 我就是要压缩你的思考时间 我让你的容错率就是要降低 我觉得对于一个专业选手 我觉得一个10秒钟的思考时间 应该足够了 而且就是要降低你的容错率 太高的容错率 我们比赛看不一 你看亚特跟我说的是一档的事 对吧 亚特说的我觉得很好 对吧 说一开始诸葛克拼命还有机会 说一开始方向错了 后面怎么打都无所谓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你 你没有弄明白 怎么打是唯一的胜的机会 赔是赔 当然赔了 但是不赔就输 对不对 你说我不认赔 我就想每张都赚 那你每张都赚 每张都赚 你肯定输了 对吧 因为人家人比你多 对吧 这就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丹葛花 寒当祝国亮 我就总觉得这两个祝国亮 应该踢掉一个 有一个这俩祝国亮 在那看上很别扭 是吗 你说赶别人能不能弄一三国沙 八个祝国亮 坐在一块打 每个祝国亮 技能还不一样 对吧 八个是不是 十目的成像祝国亮 叫三国茅庐祝国亮 然后那个叫什么 龙中队点桌量 赤壁之战点桌量 八个是不是有点多 对吧 说不定说少来几个 我觉得还行 八个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哎呦 这个夏欧市 我每次看他脑袋都大 怎么天天有他 对啊 所以我那会张了 我说把夏欧市给撤了 含蓄飞不干 就是你们反正 大也不干 对啊 大也说这个夏欧市很稳定 夏欧市不练湿 是两个不想去掉的 对吧 那你不想去 我有什么办法呢 对不对 但我确实是不喜欢看到他们 我这明确表示 夏欧市说 觉得上场率 有点过分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比赛下 不太应该出现 有上场率 这么稳定的存在 行吧 稍微调了调 我觉得这个镜头 应该好看 我们待会儿看一眼 好吧 韩当诸葛亮 孙前和夏欧市 可以 就是孙前属于一个灵活机动的部牌位 上了直接给诸葛亮先来个解翻 这是 有奴 还说怕活泼下一轮 这一局啊 是这样的 暖色方呢 是一个无比拼的真心 就是非常拼的一个阵型 那是肯定的 但是呢 大呼吸大波人 真正的关键点在哪 真正的关键点在于 大乔能不能摸着一长棍 必须是方天化戟 或者是麒麟公 或者是火扇子 这三个长棍能摸着 这个局 直接办下傲市 就特别强 如果这三个长棍摸不着 那暖色 不好打 暖色不好打 因为暖色这个阵型啊 一定是优先激活 夏侯市最棒 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那现在呢 很有可能 要被逼无奈去选 哎 等等 够着了 等等 形势有变 形势有变 我刚想说 不行就只是打存钱了 对吧 也是个招 但是这么招打夏侯市 是非常棒的 夏侯市你敢出闪 这个闪出的很牛 不一定 他有可能上加注个量 很牛 他注个量七张牌 关心一下 看一下泰尔茨两张牌 我告诉你 这个夏侯市闪出的多牛 手里三张闪才能出这张闪 手里三张闪才能出这张闪 两张闪不能出 你自己琢磨 为什么 两张闪不能出 当然了 你说我注个量 两张一顺 没问题 那出吧 你随便 你注个量 不是两张一顺 我觉得就不出 好吧 因为你要提防什么呢 泰尔茨的九杀 奔大桥 奔你 然后连过来 我知道 这一趟下来说 是不是要拿闪挡 对我知道 这我知道 那你这一张闪 拿两杀 这怎么会挡这张闪 所以就是撒闪 朱葛亮手里有货吗 手里撒闪 手里撒闪 可以出这张闪 你看冷松方 其实上来打的很拼的 上来直接解放朱葛亮 这有很拼的打法 对 对 是拼 确实是拼 对 确实是拼 泰尔茨这张杀出的也很怂了 觉得就要悬 对吧 或者就泰尔茨手里 还有两张杀 出了这张杀了 还有两张杀 可以这么打 也行 对 我觉得 要我是泰尔茨坐那位 我就想 我怎么能活过这一轮 怎么能不会压 太残 对 所以呢 对于大乔来说 我觉得勒布斯鼠 要不就生了朱葛亮 你看直接奔泰尔茨 赌那个极小的概率 乐死朱葛 这概率很小 但是可以赌这手 因为 实话是说 你勒布 这边还能还手呢 这泰尔茨有这么多杀 他是估计朱葛亮 应该是有连堵了吧 这边要拆勒 拆吧 随便拆 不拆刀 拆勒 这是有乐 还是要拆 还是要拆刀 小猪哥 你就这么看着 这么多年之后的你 小猪哥表示 我答应他今天 无能为力 爱莫能处 这个压寺算可以了 应该是两拆一顺 是不是只能 只能 好像只能奔韩当了 现在这个方向 我觉得冷色方 谁都能奔 我觉得冷色方给韩当这事 还是 还能给诸葛亮解凡这事 还是挺棒的 这件事还是挺棒的 一下给对手极大的压力 真不赖我说人家 这局暖色 基本上就有差力了 基本上是有差力了 对 然后 但这局暖色 谁要背锅呢 这一局太史词要背锅 这一局太史词要背锅 太史词背什么锅呢 就是 太史词你在你的回合 其实准确的是在诸葛亮的回合 那一张南半书青跟那一张决斗 你都不应该出杀 你去觉得还是要保最大的输出 你既然已经选择这么打了 就只有闷头走到黑 只有拼到底 你不这么 要么就别这么打 要么就别上这阵 上这阵就跟人拼了 要么就别上 有上这阵 你哪不管打 那就是胶 那就是胶牌 所以南半书青那张杀肯定不能出 决斗那张杀也不出 我就四张杀奔你含刀 我就待会小祝国火雇你含刀 你不就是 你就是多点血吗 决斗那张是肯定不能出的 对吧 南半那张能不能出 我觉得有在上去 你有四个你出 你有三也行 我不知道你有几个 你要四张杀你随便 我觉得你只要没有在你的回合内 配合大乔打出四点输出 没有把四张杀拽到韩党脸上 你这个阵型就交了 你就崩了 因为你的阵型就是什么 就是太史词打这四点输出之后 小诸葛的火技 加上那个欢迎瓶的血迹 然后我们就是 对吧 收编收尾 能收主当然好 收保主收个边 你现在告诉我不这么打了 咱们离时换阵 那就随便换 这牌跟撕了一样 然后回过头来 你可以跟我说 你说我们因为没有好将 但是你们想说阵型 是能打的阵型 但是前提是 你要跟他拼了 您快攻就是快攻 控制就是控制 快攻之后没让小牌 说我现在该打控制 那你跟交的是一样的 对吧 刚才那个还挺有意思 小诸葛跟老诸葛平无险 血迹 打了三个人 没下文了 我就纳了闷了 你们在提这个事情 能不能稍微再动一下脑子 说太史词下家的诸葛 在诸葛上下家的太史词 所以才凸显你的杀的宝贵 你告诉我说 如果那样你太史怕死 你就死 如果你怕你死 你怕你被乐 所以你不坚持你的原则去打 那就再见 你就没法赢 很正常 你就说爱谁谁 要不然你乐死我 要不然你弄死我 但是你别让我动 动了我就弄死你 那这次你才能打赢 这场这局比赛的机会 你没有理解到这个点 那你输是很正常的事情 天经地义 南半主机怎么可能触天上杀 决斗怎么可能还手 你还什么手呢大哥 对吧 你说我们没有逃 没有无限 你认了呗 没关系 太史词 只要动完那个回合 只要两张杀 打大桥 加另一个点 只要四点输出 你就是一死人 没有意义了 就是一个判断 你的四血跟你的一血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就是一个死人 不追求就有任何的输出 他很简单 他就是认为 诸葛张的起手有连组 所以他会选择 我现在 就是很简单 他就想浪费 你诸葛张一张杀 这个意思 我现在要表扬一位观众 我觉得我跟亚特之间的这种 感觉是特别正常的 我觉得亚特是一个 就是 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不一定表达 你是一个优秀的选手 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还比较菜 但没关系 我很欣赏你了 因为我觉得你跟我的 聊动都一样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对吧 这就有过程还跟我聊说 贝勒贝杀 你要有这样的觉悟 你既然选这阵 就要这么打 对吗 换句话说 您就选理点国家了 到了理点不敢挤国家 您选一个什么理点孙策 理点不敢把孙策打醒了 说把孙策打醒了 孙策死了怎么办 活该呀 打桥先去了 你阵就是这么打的呀 你就是这样的阵型 你有什么可聊的呢 对不对 到这回合 如果泰尔斯 还是打不输输输 基本就没戏了 不过你这两张牌 这不是空 上回合 反正你也没什么输输了 其实还有一个小点 我想给亚特送点礼物了 我觉得亚特真好 这个孩子 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分里 就是这种怂输就很没意思 就是怂输的 对吧 南半种其实还能出沙 你说你四个沙可以出 对吧 说白了 我觉得夏小时出闪都已经挺怂的了 我说夏小时撒闪才能出闪 因为人家就是跟你拼那一波 对吧 你要顶更大的一波 那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夏小时 说是四威十安 实际上也算危机四伏 因为观音平在我们这两天的比赛当中 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 对吧 血迹这件事情还是有一点点凶的 尤其你现在是一个觉醒的观音平 说吧 就是一张牌换你一滴血 而且你还不敢把他打得特别惨 打得特别惨 一下打你那些队友 其实你也 这个阵也没什么太过多回复能力 平一波吧 输了还能拆你白眼师的回根血 也不算 其实这会儿打那个谁也不错 我觉得这会儿打那个观音平其实也不错 就是你拼观音平 然后他拼见下观音平牌 控死观音平 因为你开始现在没什么太大意 首先一他没啥 有没有防御牌 我们再聊 因为有没有防御牌 实际上决定于我那个寒当和助量 和叔叔怎么样 太尔斯现在基本是个废人 这个阵里面有什么补牌 额外补牌的人 这个阵 其实对于暖色来说 第一个坏消息是什么 第一个坏消息叫做 下楼市是大桥最远的点 如果主攻的位置没有那么远 如果主攻的位置 比如说是寒当这个点的话 那对于暖色流量好打得多的多 但是主攻的位置太远了 所以又在坚持打主攻这件事情 对吧 这个就是你选择打主还是打边 这事我都能接受 你说我们就给你拼了 拼主还是拼边都行 我们是让大桥的输出最大话 还是说 让就打主一波一波去搞定这件事情 这我都能接受 但是你太尔茨南无尔军出杀 我觉得已经觉得很有问号了 然后决斗还还手 对吧 这个世界上还有决斗还手 这么一说的打法也是够一呛 这个小诸葛 这小诸葛 谈点 不太像小诸葛 你知道吧 刚才跟老诸葛拼 无限拼书了 对呀 这小诸葛反正不太像小诸葛 然后现在节奏完全进入了冷色 冷色超级喜爱的节奏 对吧 冷色超级喜爱的节奏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比赛好像来到一比一平了呢 对吧 好像是要来到一比一平了 除非说 冷色方就极不负责任的 把关音平打了一个比较残的境界 然后还迟迟不能够把关音平送走 对吧 让关音平一挥和一血迹打掉好多人 这是很极限的情况了 对 你看全村希望也是提了那事 他说太史词 那谁有可能被太史词双九杀 对吧 我觉得也是这道理 所以我要是下诸葛肯定不闪第一刀 三张闪可以出 还是三闪可以出 只要不是三闪就不出 我觉得让我想起来 当年最早打三三的时候 我吐槽了一个阵 有一个阵叫文聘带画头黄盖 我觉得有点不论不类 当时我忘了是谁选的 好像在北京 当时他有一个特别好的 节奏有点问题 对吧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文组 然后选择一个不论不类的阵 就是我觉得 因为你 你到底是要防你还是要攻 对 之前还有一个特别好的阵叫文聘带庞德马超 起手比你多四匹马 看你怎么打 挺好玩的 可用可用 其实在抽孙耳香主攻的时候 具好 起手比你多四匹马 看你怎么打 孙耳香跟抽孙子是真的 该给你换电池了 我们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解说是充电的 我们要给解说换电池了 你看又是你的电池 你看我这个电池还是很强势的 该给你换电池了 是我的吗 我看一下你上面几格现在 你看 三格 他这没问题 他这点是好的 我觉得问题 我们这屎都是机器人 听一听吧 你先走 你先走 解说 到了冷色的节奏了 基本 这个乐如果能打掉凉血的话 下一回合只需要全力以赴的笨脑观音频就行了 不过现在稍微悲催一点 是猪狗亮这边够不太着 水的卖 水的卖 好吧 好吧 这火热鹅真的是废物一个 又一次被观音频给乐中了 观音频吃了仨乐是吗 吃了仨乐 一楼一个 摇摆棋 摇摆棋